许多民众在去年加入了欧巴马健保计划 并且享受了政府的补贴 然而其中一些人在今年报税时 可能会发现他们的退税金额大幅缩水 专家表示这种状况正是因为加入了欧巴马健保 根据欧巴马健保的规定 全美数百万中低收入者在购买健康保险时 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补贴 然而这些中低收入者在加入欧巴马健保计划时 只是根据自己当时的收入水平 向政府申报并且获得补贴 因此跟他们在2014年的实际收入状况会有所出入 如果民众在2014年因为找到新的工作 或是结婚等原因收入水平大幅超出预期 那么他们就可能不再符合享受政府补贴的标准 并因此需要在报税时向国税局退还所得到的补贴金额 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应该放弃加入欧巴马健保 因为在过去一年没有加入健保的民众 将会因此而遭受到政府罚款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